来看看这是一位驾驶po在网路上的 车子开到一半 怎么会有一位红衣人跑了出来呢 在在花莲这位驾驶呢 他车子开着开着 突然一位身穿红衣的男子 就从路中央串了出来 就看到真的吓坏了 就朝着他的车子呢这样飞扑跳跃 还好呢 这驾驶反应快 赶紧踩下刹车 没有撞到这名红衣男子 之后呢 没有撞到这名红衣男子就 任无其事的自己爬起来又走开 那么驾驶就将这一段影片po上网 提醒大家注意 开车开到一半 突然有人以飞幅姿势冲出来 尽好驾驶反应快 紧急刹车 后没几秒钟 穿红衣的男子又像没事人似的 站起来非常淡定的离开 一点伤都没有 但坐在车上的驾驶 可是吓得连魂都没了 再来看一次行车记录器 黑夜中一红衣男子 就像超级马力一样 单脚跳跃扑到地上 消失在镜头前 但又随即站起身 好端端的往回走 这发生在31号晚上 驾驶开着新车上路 却窜出红衣男子 虽然农历七月已经过了 但驾驶还是被吓出一身冷汗 也提醒用路人 经过此路段 得特别当心 这天外飞来的红衣男子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